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 牆下九合一選舉 請辭參選第一人 但從同陣營到對手陣營 似乎沒人想跟進 我身為立法委員 即便我有參選基隆市的市長 但是我們還是把這件事情 當成一件重要的事情 民進黨基隆市長候選人蔡世映 繼續待職參選 強調立委本職 還有很多重要工作不能放 民進黨團秘書長林喜耀更直言 比起請辭不如好好打正規戰 民進黨七位候選人 都不會辭去立委職務 每一個候選人 他有他自己選戰的考量 那我都予以尊重 今年九合一選舉 總共有十二位立委 投入地方縣市長選戰 民進黨七位 國民黨三位 民眾黨兩位 民眾黨桃園市長候選人賴香菱 早早就聲明服務不打揚 近來佔據不少百面的新竹市長候選人 高鴻安也說 會把握時間爭取認同 言下之意也是繼續待職參選 國民黨南投縣長候選人 許淑華則明白說不會辭去立委 謝謝 總會長 立委轉站縣市長 每一屆都不少 從二零零九年到二零一八年 四屆縣市長選舉 總共有三十位立委投身選戰 其中八人以選前請辭 表達不回頭的決心 有六人勝選 包括二零一八年的 台中市長盧秀燕 雲林縣長張立善 二零一四年的台中市長林佳龍 彰華縣長魏明谷 以及二零零九年的嘉義縣長張華冠 台東縣長黃建廷 勝選比率不算低 不過二零一零年賴慶德代職參選 也順利坐上台南市長寶座 其實辭不辭立委 和勝選之間關係真的不大 精算贏面大不大 才是決定辭或不辭 賭一把的關鍵動力 進行文革命新聞請賓 賓賓賓賓賓賓